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 下面有一些这些所谓的相关文章或者随机文章 老师我并不希望它产生耶 其实这个是有作用的 它可以增加你文章的可读性 也就是延伸的阅读 那万一你真的不喜欢它出现 那该怎么办呢? 好,我们一样进入管理后台 管理后台 然后呢 去找日志基本设定 看到没?在这边日志基本设定 好,在最下面 卷轴往下最下面 看到延伸阅读看到了没? 你可以把不想要的取消打勾 比如说不想要相关文章 只要取消打勾以后按确定送出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再到再去浏览日志 你再去看一下刚才那一篇生病了 任何一篇都可以 你会发现底下的随机文章 还在 可是相关文章已经没有了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拜拜 拜拜 by bwd6